趁著疫情趨緩 民眾到金融潮進保育區潛水 但沒想到 照片中這個桶形海綿 既然被五花大綁 上面還有固定毛 不僅傷害了海綿本身 還破壞了其他生物的居住地 看得實在很誇張 海綿並不是一個很硬的東西 你綁了之後 其實海綿它是會受傷的 如果嚴重一點的話 也有可能它整個會把桶形海綿拖起來 那如果海綿如果被拖掉 不在原地的話 那原來跟這個海綿有互動的一些海洋生物 它就少了一個棄手 少了一個可以躲避的地方 所以這絕對不要這樣做 這裡是金融潮進保育區 疫情趨緩 大批遊客來到這裡潛水 危害了海洋生物的棄息地 不僅珊瑚被折斷 還有漂亮的大海傘也倒了 人數倍增 讓珊瑚花園面對破壞的威脅 非常的乾淨白 那所以表示這個就是剛剛被踢壞的一個痕跡 那旁邊我們注意看 就會發覺旁邊這裡就有一個對應的 那越溜越後下去對海洋生物的勞動是越大 所以根據我們下去觀察的時候 發覺真的就是有看到新的那個珊瑚被踢壞的一個痕跡 那甚至於藍色脈動他們下去看的時候 他們也發覺居然有人把那個那個統心海門很好 然後把它綁著去做一個訂馬的行動 那這個都是不恰當的 潮進海灣當時設立保育區 為的就是讓海洋生物可以生生不息 如今因為疫情解封 遭到少數人破壞 看在保育之工眼中真的好心疼 而師傅表示將會嚴懲 記者黃燒民基隆報導